周永康,今天在中南海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瑞士联邦委员兼司法警察部长克里斯托夫·布劳赫 周永康表示,当前中瑞关系发展良好 中方希望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执法部门的务实合作 周永康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将立足中国国情,学习和借鉴包括瑞士在内的各国的法治建设成果 当前,中国各地各部门正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我们将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努力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更好贯彻 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好体现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增强 社会大局更加稳定 布劳赫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公安部 在反恐怖、打击跨国犯罪和奥运安全保卫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本台消息,因温家宝总理邀请 斯洛文利亚共和国总理亚赖兹杨沙 将于11月8日至11日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内蒙古在治理生态的同时 把杀草作为优势资源大作产业文章 努力实现绿起来和富起来的双赢 近日,一个年产2万吨的大型加工厂 在内蒙古厄尔多斯投产 和普通工厂不同